Medina Spirit makes a statement in The Awesome Again 随即奔向终点拥夺冠军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六日受训时 同样奔驰快到终点的梅迪娜魂竟然倒地死亡 人会罹患心脏病 没想到心脏应该很强的赛马也因此丧命 训练师巴佛特随后证实这项消息 表示这批三岁的马儿的确于南卡罗兰纳州受训时 心脏病发暴毙 但究竟是单纯的心脏病发 还是长期不当用药 都有待验尸报告与毒物检验出 因为今年五月冠军马梅迪娜魂才被检验出 体内含有过量的类固醇药物 贝塔米松 尽管坚持自己清白 矢口否认用药 但被认为是史上最多冠的训练师巴佛特和他其余的赛马都被因此退出比赛 这也是自1968年以来首次有冠军赛马因药文丧失资格 但不止禁药害惨明星运动员 过去明居用药也实有所闻 过去时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理的赛马训练师也曾坦诚 使用精药 使用精药的常见原因不外乎让马儿增加肌肉强化表现 不过一代迷居梅迪娜魂不幸猝死的消息 如果证实是药物问题 也再度凸显人类为求胜不择手段 让动物也跟着受害的事实 三里新闻 李丁汉报道 好 site 好 波